一流微測的 Flow AI 解決方案 能夠突破現有技術的瓶頸 使得奈米級的液態材料 不再受到電子顯微鏡的增空環境影響 所以我們能夠提供多元 且智慧化的全方面檢測服務 過去在拍攝一些液態材料的時候 受限於電子顯微鏡的增空環境 所以我們常常是要把這些材料烘乾 然後進行一個分析 但是這個烘乾的過程可能會導致 材料會坍塌或者是團聚的現象 那這些實驗的結果 數據就沒有這麼準確了 在像產業端的話 他們其實是會用一般的光學式 訊號式的方式來檢測流體內的顆粒 像是尺寸大小 或者是它的一些數量的統計 那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像氣泡 或者是像透明的物質 就會導致這些數據是不是那麼穩定的 那因為像現在半導體已經進入 所謂的耐米時代 所以現行的一些檢測方式 已經有點跟不上先進製程的一個需求了 所以在我們一流微測 我們使用所謂的影像式的一個 液態的流體檢測方式 那勢必會是未來的趨勢 一流微測是在2017年 從公園院的兩色中心 Sepin Offer出來 那我們主要是專注在流體光學 自動化檢測的解決方案上 那利用我們獨特的耐米薄末技術 後續有搭配AI影像辨識系統 我們可以提供非常即時性 高解析度的影像在30秒內 在先進製程裡的微小粒子 無所遁形 這些技術呢 我們可以應用在半導體的先進製程 電池能源以及我們的生衣材料領域 我們這邊的技術也可以提供 小至7奈米的解決方案 就解決現在半導體製程裡面 小於50奈米以下 產生一些資訊不足的一些問題 利用我們這個技術 都可以克服這些以上的問題 現在我們客戶已經超過了30多家 那步伐就是全國知名上市櫃的公司 以及指標性的學術研究單位 那除了我們的客戶 其實在全球都有做一些布局以外呢 其實我們也陸續的去取得了 歐美以及日本的專業的 專利還有認證 未來除了我們會持續的去深化 台灣的市場以外 我們也會去擴增我們的海外服務據點 包括說我們會廣納各國在地的代理商 去建立我們的DemoSight 這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去強化 我們跟指標性合作夥伴之間的連結性 讓我們攜手可以去搶得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商業先機 我們非常的有信心 就是一流將來一定會是 國際級的施檢測領導品牌廠商 導賞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